房灯又踩空了 这位大姐出租的房子 租客组后是这个样子 进门小灯坏了一个 卫生间马桶盖子坏了 洗漱盆盖子坏了 客厅吸引灯频闪 找我来帮忙维修一下 像这样的空还属于小空 如果出租期间内 在房子里发生人身安全的话 那可能就会面临巨额赔偿 所以合同上一定要加上这句话 在租赁期限内 重租人是该房屋的实际管理人 重租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均由重租人自行承担 该房屋内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 均由重租人承担 与出租方无关 包含大部限于高空泡雾 水电器使用不当 在房屋内摔倒 给重租人及共同居住人 造成人身伤害 出租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句话虽然很长 但还重要 也不要你死记 这本标准的租赁合同 自带复写功能 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就能包邮到家